吴小慈不但抢走了你爸爸高海 还抄袭了你妈妈的设计 才有了他今天的地位和名声 小姐 表姨 对不起 我回来吧 没能送你白狗人车 没事 没事 你还是考虑考虑我的体 之前不让你进芮华 是想不让你卷进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现在 没有其他的公司可以接纳你 我也不放心 你去别的公司 你就到芮华肃庆祖 到我这儿来 有我在 没有人会欺负你的 以我现在的名声 有你做主 把我找进芮华 一旦事情转开了 恐怕会对你有影响 这些年你在公司打拼也不容易 实在没有必要为了我添麻烦 这怎么会是麻烦呢 你也知道 我不信于 在芮华永远都是坏人 我也需要 一个能相信的自己人来帮忙 再说了 我在芮华辛苦了这么多年 偶尔行个方便 就算是领董事长 她也不会多说什么的 谢谢表姨这么替我着想 小姐 你和你妈妈一样 有当设计师的天赋 不要放弃 坚持下去 一定不要让你的天赋给埋磨 真想知道 妈妈以前的设计 是什么样的 你外公的那些东西 你把它收到哪儿去了 这是你妈妈生病之前的手稿 你外公怕看了伤心 就一直把它收着 同时跟你外公学手艺 他当年的设计 可比吴小次有灵气多了 虽然我很讨厌吴小次 拆散了我们家 但是从专业上 他毕竟是位大师 就连妈妈 也临摹了他当年夺冠的作品 小姐 有件事情 你外公一直不让我告诉你 但是我实在不想看你 就这么蒙在鼓里 还把吴小次当作偶像 这样对你 对你妈妈 都不公平 我想 你有权利知道真相 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吗 你仔细看看 这是你妈妈当年花的 他标注的是哪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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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小次 你太过分了 你自己看的报纸 你获奖的作品跟我的设计一模一样 你偷了我的账符 还偷我的作品拿去参加比赛 亏我把你当成姐妹对待 这么威力无耻的事情 你也做得出来 你有完美的案子 即便我不去参加比赛 你躲在这个小弄堂里 就是挂上百副 上千副 也是得不到奖 现在我可是国际上认可的设计师 而你一个失败者 就好好地躲在你的小弄堂里边 吴小次 你干什么 你别走 你不能走 你跟我说清楚 韩玥 这是我挂的 韩玥 我知道我跟你离婚 你很难过 虽然我对不起你 但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不可能改变了 不要再纠缠下去了好吗 高海 我们夫妻一场 你一点情分都不讲吗 这个人 你帮她 注重为女 你也太没良心了你 高海 别跟她多啰嗦了 我们赶紧走吧 我小次你别走 你干什么 你别跟我说清楚 你别走 放开我你 来 姐 姐 你没事吧 你快起来 她们也太欺负人了 姐 我们快走吧高海 这是我挂的 这真的是我挂的 姐 你起来吧 你起来吧 那是我挂的 你不让咱们那么走了 姐 高海 快 你妈妈醒过来之后 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你外公是个硬气的人 吴小慈和高海出国了 他就愣是含辛茹苦地 照顾着你还有你妈妈 这件事情 就全部瞒了下来 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你的意思是 如果不是吴小慈 妈妈就不会遭遇车祸 所有的悲剧 这些事也都不会发生了 外公和妈妈都那么善良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这样忍受他们的羞辱和伤害 吴小慈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居然还敢理直气壮地赶我们走 吴小慈就是这样的人啊 在他的眼里根本没有是非屈指 他想要的东西 他就一定会得到这个东西 别人会受什么样的罪 根本不是他会考虑的 做错事的明明是他们 我不能看着这种人为所欲为 我一定要替外公 还有妈妈讨我回公道 小慈 你外公就是不想看到你这样的反应 我告诉你这些 也不是想让你冲动地去做点什么 我只是不想 不想让高海用慈父的样子来糊弄 我答应过外公 要好好过我们三个人的小日子 别的事情也不要再管了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吴小慈的所作所为 我怎么还能退让不管 继续任由他 霸占本该属于妈妈的荣誉呢 是 退让 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只会让自己无辱可责 可是 移卵即使也不是最好的方法 你必须要自强自立 等有一天 自己更强大了 就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一切